女孩偷偷将弟弟抱在手里 然后闪现到了泳池边上 紧接着抓起了弟弟的小脚鸭子 倒立起来后直接塞入了泳池中 此时父亲还在想年少时的初恋 为什么当初会离开自己 殊不知他儿子现在喝水都快喝饱了呢 很快三五个钟就一闪而过 而父亲貌似依然没有想通 而他的儿子已经某有了冰点动静 买鸡蛋回来的母亲看到眼前一幕 急急脚就跑过去抢过了孩子 经过了祖传的海姆急救法后 孩子终于恢复了最基本的呼吸 事后母亲直接给兄妹俩分别给一个嘴巴 听到动静的父亲这才回过神爱 小跑过去抢走了他们手中的书 一把火就直接烧得稀巴烂 并让兄妹俩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 原来这两个孩子并不是夫妻俩亲生的 故事还得从昨天的前天说起 女孩西施跟丈夫刚结束十年爱情长跑 并纵子成婚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就在两人兴奋到脚底之时 现场的宾客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两人不自觉往下看才知道 西施的婚纱已经被鲜血染红 很快他就被送到三甲医院检查 悲剧的是不但孩子没保 更悲剧的是可能再也无法怀上孩子 之后的日子西施每日以泪洗脸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欢声笑脸 还老看着妻子如此悲伤好嗨的心疼 于是主动提出要去领养一个孩子 随后两人就急急脚闪现到修道院 就在他们正在聊天之际 一对姐弟俩笑嘻嘻走了过来 想也没想就紧紧抱住了西施 并不断祈求西施收养他们 可姐弟俩的年纪实在太大 就在西施犹豫那么片刻 姐姐突然委屈地说道 就知道没有人愿意领养我们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西施的内心 让他回想起自己悲惨的童年 还老见此急忙过来阻止 说孩子太大根本就养不熟 可不管怎么说西施的心意已决 还是义无反顾收养了姐弟俩 可刚到家诡异的事就不断发生 平时乖巧的金毛对着姐弟俩狂飞不止 貌似告诉主人他们可不是一般人 晚饭时 姐姐给西施戴上了祖传的大项链 还有一枚奇奇怪怪的戒指 搞得他的内心莫名其妙的恐惧 夫妻俩还被要求一起做饭前祷告 并且家里的门上都被挂上十字架 西施想到孩子长期住在修道院的原因 也就没有想那么多 饭后还跟姐弟俩做起了游戏 就在他们玩得兴奋到脚底之时 一个袋子突然套在了西施的脑袋上 眼看他马上就要不行了不行了 关键时刻嗨老及时闪现了过来 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事后嗨老让姐弟俩跟西施道歉 青毛见到他们不但狂吹不止 还反嘴将西施的手臂咬伤了 姐弟俩看到这一幕瞬间就起了杀心 姐姐突然拿着塑料袋套住弟弟的脑袋 可一边的母亲并没有上前阻止 而是眼睁睁看着眼前一幕 眼看弟弟马上就要不行了 姐姐才松开手取下了塑料袋 原来姐弟俩这么做 是为了证明神明的存在 弟弟说刚才自己不但见到了神明 还说了母亲想生孩子的诉求 西施也算得上读过两年书的人 自然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妖魔鬼怪 可看着孩子们没有恶意也就没有多想 殊不知更可怕的是即将发生 深夜 姐弟俩将迷药放入宵夜中 然后给凶残无比的金毛吃 不久后姐弟俩就将金毛拖到客厅 并拿出了一些祖传的刀具 不但将金毛残忍杀死 还将他开膛破肚取出了内脏 西施跟丈夫次日醒来就看到 姐弟俩满身是血站在床尾告诉西施 金毛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夫妻俩来到客厅看到死的不能再死的金毛 此事让伤心的西施真的好伤心 他们匆匆将金毛的尸体掩埋之后 西施提出了要送姐弟俩回修道院的想法 这时嗨老却一直在旁帮孩子解释 毕竟姐弟俩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 当天晚上西施起来欧夜尿时看到 姐弟俩跪在地上慢慢走向西施 并且小腿处还绑了大量的刀叉 他们想用这种特殊的办法寻求原谅 最终西施心意软决定留下姐弟俩 就在圣诞节这天 西施突然晕倒在了地上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已经成功怀孕 老村医都表示这是医学界的奇迹 可姐弟俩却不这么认为 觉得这些都是他们跟神明祈祷的结果 虽然西施并不相信 但也只能笑而不语 这天学校组织去野外露营时 肥妞却在旁不停取笑姐弟俩 还说他们是一对小杂种 不久后肥妞就浑身是血回到学校 直接倒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 很明显是姐弟俩痛下了杀手 很快西施在姐弟俩的圣经中找到了答案 里面有一张金毛惨死的话 还有一张是胖妞被尖刀刺死的话 西施看到这些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挤挤脚就闪现到修道院 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院长 可院长说姐弟俩一向非常乖巧 反而责怪西施不配做母亲 现在想退货不成却反被骂 西施回到家就将姐弟俩好好教训了一顿 可自此之后 西施的精神就出现了异常 开始无言无辜大量掉头发 就连丈夫都整天护着姐弟俩说话 最终意外还是发生了 西施次日醒来 发现自己被牢牢绑在了床上 女人被自己收养的孩子绑在床上 还端来一杯加料不加量的奶茶 西施害怕有毒闭口不吃 下一秒姐弟俩想到一个绝绝子 直接拿出了一套祖传的大针筒 想要将牛奶注射进西施肚子里 让没出生的弟弟尝尝味道 就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 西施用尽了洪荒之力 正脱开了束缚 连忙一瘸一拐来到厨房 拿起一把刀 就在这时他的羊水突然破裂 不久后就成功生下了孩子 自此之后西施都将重心放在儿子身上 随时提防着姐弟俩伤害他 可就在西施准备做宵夜吃时 他的儿子被姐姐偷偷抱了出去 并泡在了泳池里喝洗脚水 好在西施及时发现 才让自己的儿子逃过了一劫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夫妻俩毫不犹豫将姐弟俩送回了修道院 本以为事情会因此而结束 殊不知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自从姐弟俩被送回去之后 嗨老的性情开始大变 不但没有帮忙带下哭闹的孩子 反而会因为孩子哭闹不断责怪西施 而嗨老则整天待在家看电视 再也没有出去工作 慢慢的西施无法忍受这种生活 主动提出了离婚 谁知就在嗨老上厕所之际 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成为了火人 导致大火瞬间蔓延开来 西施被吓得惊慌到了脚底 他急忙跑上了楼 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不见了 搞得绝望的西施非常的绝望 就在这时他想到姐弟俩的话 只要见到神明或许还有奇迹 下一秒他就用塑料袋死死套住脑袋 心里不断默默祈祷儿子平安无事 就在他马上就要不行了不行了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儿子的啼哭声 他顺着声音终于找到了儿子 故事最后西施又将姐弟俩接回身边 因为他现在也相信了神明的存在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